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中共利用庞大的监控系统 除了监控自己人民 也监控全世界吗 印度媒体日前披露 中国知名的连锁火锅餐厅 海底捞 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分店 安装超过60台监视器 每张桌子都安装两台 目的说是为了 惩罚不遵守公司规定的员工 对他们进行人身追踪 而且影片回传中国 通常在商业场所里 都会装监视器 如果发生纠纷的时候 可以保障员工跟顾客的权益 但是监视器装的数量这么多 这么密集 到底目的何在呢 台湾的海底捞也发出声明 说他们严格保护顾客隐私 但没有说明 这监视器用途 也没有回应 是否将资料回传中国 那海底捞使用的监视器 就是恶名昭彰的监控 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海康威视 海底捞会不知道吗 还是刻意隐瞒呢 那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 悄悄地在全世界运作吗 上海国际车展前天 出现了一名张姓女子 跑到特斯拉展区去闹场 高喊特斯拉刹车失灵 导致事故 隔天中国的官媒 还有胡锡进呢 炮轰特斯拉态度傲慢 担当何在 那声援这名女子要维护权益 这就奇怪了 中国官媒哪时候 这么关心民众的权益呢 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是要故意修理美国企业吗 不过中国现在 恐怕更想修理台湾 4月12号 中国派出多达25架的军机扰台 这是近期数量最多的一次 那当天正好有四架美军F16战机 从日本基地起飞 每一架都挂在六枚的实弹飞抵南海 同时解放军航母辽宁号都在南海 有专家说 这是中国在进行攻台联合作战计划 虽然辽宁号被美日海军贴近观察 又静止不动 被怀疑是抛锚闹了笑话 但是国军汉光兵推 还是纳入双航母攻击参数 加上澳洲法国军舰汇尸南海 还有美国的航母罗斯福号 台海的情势最新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 在我右手边的律师 民进行立委 王定宇 中江大家好 来是资论美田中年晃 中江好大家好 来是政治评论员云梅梅 中江好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文芝 中江好大家好 资论美田邱明宇 大家好 财定专家徐清皇 中江好大家好 好 先来关心中国海底捞 爆发监控争议 根据外媒的报道 加拿大温哥华分店店内 总共安装超过60支的监视器 影像还被传回中国 那事实上连台湾分店 也是布满了监视器 立委质疑 是不是中国的天网系统 在台复制呢 热乎乎的汤底 十多种香料 香气扑鼻而来 知名中国连锁火锅店 海底捞红遍全球 但仔细瞧 台湾分店的天花板 布满监视器 小小一个角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就有六支 有些分店甚至一桌 就有两支电眼 对着顾客拍 民众忧心 但其实不止台湾 根据印度媒体报道 海底捞温哥华分店 电经理坦言 适应总公司要求 在店内安装60多支监视器 共有30张桌子 每张桌子都配有两支 目的是为了对员工 进行人员追踪 影像都会被传回中国 也曾有顾客质疑 监视器是来自中国的海康威视 就是在新疆 进行社区监控的监视器品牌 目前海底捞在全球 有1298家分店 台湾有14家 爆发监控争议后 品牌发出声明表示 针对外电发布的资讯 与事实情况不符 误导读者 损害公司商与 已经要求删除相关报道 至于在店内安装监视器 是期望能保障消费者用餐安全 就不知道这样的做法 消费者能不能接受 好我们看到 这中国监控自己人民还不够 现在还要监控全世界吗 这次是印度的媒体报道 就说在加拿大温哥华 这家海底捞的分店 他就说 他们的分店经理证实 总公司要求 在店内的30张的餐桌 要装超过60只监视器 平均一张桌子 就要安装两只监视器 而且这个影像 是会传回中国 用途是什么 他们说机密不透露 当然外界就关心 那台湾也有很多海底捞的餐厅 是不是也是比照办理 好就有媒体跑进去 其实很多人都去海底捞吃过了 就发现了 也的确在他们的天花板上面 这些监视器的确相当的密集 我先请教明玉了 为什么他们海底捞要装这么多的监视器 是他们的总公司有规定吗 全世界的这些分店 通通比照办理吗 先必须讲了 不管是餐厅 或是说有一些营业场所 当然装监视器 是每一家都有的 因为可能是房子奥客 或者是说你有顾客消费纠纷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监视纪录器 大家可以拿出来有评有据 这样有图就会有真相 好这当然可以理解 可是呢 你说这家餐厅 他竟然装了60只 60只的密度 是每桌两只 不是一个餐厅两只 是你每一桌两只 这真的是很匪夷所思 那当然了 你刚刚讲到说是不是有证实 有这家温哥华这个分店的经理 他就证实说 公司是依照中国的一个社会信用体系 social credit system 就是这个是他们2014年 我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社会信用体系 就是中国在2014年 他们推出 美其名是说你要在社会建立一个 所谓的信任计划 那说实在他就是监视两种 一个是监视你个人行为 然后一个是监视企业的行为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种监视 是就可以建立信任吗 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 那这是他们中国国内的事情就对了 对对 那现在要摆到海外 对 其他国家也这样子吗 所以后来因为有这个 什么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 你才发展出什么人脸被辨视 天网什么 那这是你中国自己共产体系 你要建立什么信任的体系 那是你家的事 可是你现在把这套体系延伸到海外去 哇这个当然就 就大家都不能接受 好那你从温哥华这样子的案例 都有因为温哥华是加拿大民主国家 你连温哥华都有 大家就不禁怀疑 哎台湾 台湾会不会也有 因为台湾同样也有这家餐厅 那台湾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 海底刀也有在台湾开了14家 包括台北新竹台中高雄通通都有 那刚刚也听透过新闻 也去看到了记者实地有拍 确实哇这个密度啊 也是怕死人啊 这个基本上你不到一公尺 一公尺就这样短短的距离 就会有一支的这个监视系统 好那我们当然提出几个质疑 第一个海底捞他就是 大家有去问他说 那你加装这个监视系统 他说啊这叫做图像采集设备 叫图像采集设备 好他说这个告示啊 是都有告知顾客 有吗 有你有告知顾客吗 他说他有一个明显的标示 会告知顾客说我们这个店里面 有所谓的图像采集设备 坦白讲我有去消费过 其实其他的商业场所也有啦 有时候说什么监视录影中请微笑 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牌子 是有 可是问题是说 没有人像你装的这么的密集吗 好那是第一个 你到底有没有告知顾客 而且要是我不同意呢 如果顾你 这是隐私权的问题吗 那如果今天他也没有主动来告知我啊 那如果说我知道你装的这么密集 我可能吃饭啊 我可能什么 比如扣个牙挖个皮孔 我都被你拍到 我当然不愿意啊 这我们有自己的隐私嘛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取得顾客的同意 这个第一个我们是高度的怀疑啦 那第二个 他就是没有回答的理由是说 你到底有没有把这个影像传回北京 传回中国大陆 因为加拿大他其实是 是间接的证实是说有 他有传回北京 可是他不告知你用途 他只有跟你讲说 我们是来监督我们这家店的员工 担心你员工没有遵守这个公司的流程啊 比如说你做了一些什么不好的行为 我进而可以懲处 问题是你照到员工的同时 你当然也可以照到这整桌的顾客啊 所以他也没有告知我们说 你到底有没有 就是说他没有否认 就是要没有传回这个中国大陆 那你传回中国大陆要干什么 对 那你到底还是回到原本的问题 顾客根本就没有同意这件事嘛 那最后要强调是说 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会引起的那种 愤怒跟恐慌 是说 譬如说你北京 大家知道你会利用这种 人类变性这种天网来监控 他譬如说 如果他今天锁定我秋名玉 那譬如说我今天跟朋友去吃饭 他可以藉由这种监控系统 而且北京他是要求你企业要交出来 你企业是不得拒绝的哦 你不能说我今天要顾及顾客的隐私 我拒绝你 我不交给你 不可能 他是叫你一定要交出来 他可以利用这样的监控系统 看看我到底今天 我秋某人 我跟谁吃饭 那我可能未来去上会去哪里 那他就会监控你的交友圈 你的一举一动 你只要去用餐 你就变成在他的这个监控系统当中 所以这当然是高度侵犯这个顾客隐私 所以这个这件事情我觉得政府要严正的 对的确因为虽然说海底捞 他们是说了 这是什么保障 什么顾客的权益 也是什么隐私等等 但问题就在于 如果加拿大温哥华的这家餐厅 有一些可能是加拿大的外交人员 或是有可能是政治人物去那边吃饭 是不是有可能就被录下影像 甚至是声音呢 因为现在这些经济系 到底是录影还是录音都有 现在也不晓得 那台湾方面是说 这个是与事实不符 会严格保护隐私 同时要求媒体要删文 感觉上跟中国的态度是蛮接近的 但问题就在于 你有没有回传中国 这个部分你是没有回答的 来定委员 这个部分 海底捞这样的回应 可以接受吗 一般我们就说 商业场所都会装监视器 这何例 问题是装到这么多 这么密集 是不是很奇怪呢 这个加拿大温哥华海底捞这个事情 其实要先想清楚几件事 第一个 只有温哥华的海底捞 还是全世界的海底捞 对 第二个问题是传回中国要干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 只有中国的海底捞做这个事情 其他企业没有嘛 那这个东西在美国已经讨论一段时间 这个叫做把中国内部控制往外推 那他现在两个桌子就装一个监视器 你可以想象到他传出的不是只有影像 还有声音 那传出的声音跟影像建立成资料档之后 你也许下一次要去海关 经过中国的海关要进中国的时候 你的影像就可以比对了 这个他填他说他是 这个从欧洲来的不对 他是加拿大温哥华来的 这个在台湾都是情治人员 现在用一般旅客要进中国要旅游 他等于把他的情报工作 透过民间企业的方式来进行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不得了 对所以我举一些实际的情形 在2020年的11月12号 那美国政府呢把海康威视 华为中心通讯 中国移动 中国航空集团 中国电信等等将近30家 列为中国军方拥有 中国军方控制 以及涉及 涉及间谍作业的企业列入禁止 那到了3月 今年3月18号 换了拜登当总统 他的FCC就是我们的NCC 他的FCC呢 也把中国三家企业 有关通讯的 也因为这个原因 列入把它核准在美国职业的执照 有了准了30年 给他撤销掉 原因就是 极权的国家的本质就叫监控 极权国家的本质要监控 以前只监控他国内 他的社会积分卡 哇这个人不听共产党的教诲 我跟你扣分扣到最后 你连高提票都不能买 更严重的 你就被请去喝茶 三个月后再回来 再更严重的 你怎么消失都不知道 可是以前这叫中国的人权问题 或者港澳的人权问题 我们还可以声援 可是现在这些已经经过 欧美包含英国的 这个MI6 都警告英国政府说 因为海康卫视的监控系统便宜 大量的取代Made in Taiwan Made in Korea 韩国制跟台湾制造的监控系统 在英国 他们的情报机关 正式警告英国政府 那一些等于 你让中国共产党的眼睛 遍布在英国的 酒吧啦餐厅啦路口 这对国家安全是非常危险的 对那我现在比较好奇 那海底捞跟海康卫视 到底他们知不知道 也就是说他既然装了这么多 这么的密集 他会不知道这个用途所在吗 宋江 这个就我在下面讲一个命题 请问所有现在看电视的好朋友 中国共产党政府 要跟中国的企业 拿资料 容不容易 连马云我叫你下台就下台了 对 连你那个蚂蚁金服募资了一兆 剩两天要上市 叮咚停下来 现在叫马云把股权浪出来 也就是在中国的本质是控制 他的控制在每个层面 所以中国的企业 有没有能力抗拒中国政府 要求说 这个资讯要进我的国家大database 我先不要讲说 这些海康卫视 本来后面的背景就是军方嘛 那他传输回北京 一面是传回这个企业体的总部 一面是 那个美观众查到 他说他那个东西直接传回到海康卫视 那海康卫视的后段是谁 所以这整个事情是 中国政府全球控制的一环 他不只控制自己的人民 不只控制自己海外的企业 他也透过这样子 收集控制全球的人士 那透过大数据 透过AI 他可以帮你分类分析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是禁止这些系统 进入公家系统 可是民间的企业 如果你采用的是 海康卫视 或者这些有异议的设备器材的时候 我觉得企业组 一方面要向社会说明清楚 二方面也许我们的法令 基于保护我们人民的隐私权 基于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这两个都很重要 是 我们应该要做一些法律上的 对的确 如果说老共都可以叫马云裸退 叫他这个公司的股份都要退出的情况之下 那他会拿不到这些影像 甚至是这个传到什么录音之类 他会拿不到吗 这些公司敢不听话吗 那我们看到海底捞多说了 他会严格保护隐私 这样子就能够让一般的民众 就能够让民主社会来幸福吗 清皇怎么样看 因为这个海底捞 他这个分店非常多 全球有一千两百多家 海外总共九十三家 也将近百家 主要当然是在中国他们自己内部 那也就是说现在他们的规定 是不是所有的这些餐厅当中 都得安装这么多监视器 他是不是明文规定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 这个只要是海底捞的餐厅 几乎都有装这么多的监视器 所以你看在中国的国内 他们装了这么多监视器 到加拿大他装这么多监视器 即便在台湾 他也装了这么多的监视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 这件事情 海底捞的在台湾的部分 是到这一次的事件爆发了之后 他才发声明做回应 同样的事件今年才爆发吗 不是 各位看一下 2018年海底捞就已经被质疑了 被质疑说天网入侵 火锅店指的就海底捞 有60台监视器恐变成资安问题 他讲的就是海底捞 店内有60台监视器 那各位看时间是什么时候 2018年12月 媒体等于已经质疑你海底捞 这个问题质疑了两年的时间 质疑说你这个海底捞 为什么要装这么多监视器 台湾一般的餐厅 也没装这么多监视器嘛 装到几乎你可以看到的是 像加拿大这个状况是说 每桌有两个监视器 但即便在台湾 你看到是几乎每一桌的范围之内 就几乎一定有一支监视器 是有什么需要这么担心 要每桌都装 而且你知道我们看到的状况是 海底捞到连包厢他也装监视器 那你可以看到中国那边就是这个状况 各位可以看到 通常包厢啊 我们如果坐在外面你还可以跟我说 那个大家往来的地方 有监视器去拍那个是无可厚非 怕有危险 但仲将你想一件事哦 我们通常会要 要求要坐在餐厅的包厢是什么时候 我们不想要有人看到 不想要就是希望有隐私 不要人来人往都看得到 听到我们讲话嘛 但你看海底捞在中国那边 他也这样做 包厢里面上面一支监视器 包厢上面一支监视器 包厢上面一支监视器 包厢里面到处都是监视器 也就是在海底捞里面 管你坐在开放空间 管你坐在的是包厢 对不起到处都是监视器 你连想逃 你还真的都逃不掉啊 所以大家就会问说 那海底捞为什么要装这么多监视器 而且这个时候海底捞没有回答一件事情 他在回避一件事情 就是你监视器所拍到的画面 请问你到底有没有回传到中国去 在加拿大那边他的回应是 他有回传到中国去哦 也就他取得的这些影片 影像跟声音 他收集起来了之后 他回传到中国去 那在台湾这边请问一下 台湾方面发的声明 为什么没有正面回答一下 你们所拍的这些相关的影片 你的图像采集 有没有采集把它传回给中国去呢 那这个问题为什么敏感 好 仲将我们来这样讲 他的敏感是敏感在于说 加拿大那个地方 他们判断认为说 他们的分店经理回答说 这是为了要这个判断 我们的员工有没有违反规矩 这个违反规矩呢 跟以前我们节目上讨论过的 中国用社会信用在评断一个人 哦 你违反规矩扣一分 违反什么扣一分 然后所以呢你违反了规矩 他把你记在你的积分里面 这影响在你这些社会上的信用分数 坦白说这是你们中国的家务事 那是你家的事 但我们要问的是 请问你这么多的客户的图像 被你采集完 被你送回到这个中国去的伺服器 对于这些加拿大人来讲 请问对他来讲 他的权益隐私没有被你影响吗 而且你送回去之后 请问你要干什么 今天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各位都知道 中国是利用监控系统 然后再加上AI跟大数据 他在做一件事情 他要监控新疆的老百姓 监控自己的老百姓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在看着国外的这一些 外国人的时候 请问他要干嘛 对他来讲 对于美国的这个 相关军情单位的分析是认为说 你们有可能在监控取得这些资料之后呢 你可能是要掌握人家 这些当地政治人物的小辫子嘛 那你去想一件事啊 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们讲啊 几个月之前 中国闹出一件事情 中国有个单位叫振华数据 把全世界的政治人物 包括台湾在内的 不管是像这个 那个立法官Freddy 然后跟他的太太 跟外交部长吴钊燮 然后跟台湾很多政治人物 都列到名单里面去 那你去想想看 你中国没事取得这么多名单 要做什么事情 他如果你去判断一件事哦 把这些敏感政治人物名字 列成一个资料库 然后再把它取得这些图像档案 再列成一个资料库 他全世界收集起来的情报 他如果把它拿来做比对的话 做图像比对 等于这些政治人物 谁出现在这图像里面 我比对起来的话 对中国来讲 这是不是很重要的情资 上千万份的图像里面 我只要取得一两份有价值的话 对于中国来讲 这是不得了的 就很值得了 不得了的筹码就握在手上了哦 而且你去想想看哦 对他来说 他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收集各国政要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嘛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一件事情 对于海底捞来说 我们必须这样讲 他或许只是这个 中国在收集全世界大数据的一环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相关的这个 我们讲说布监视器这件事 不是只有海底捞有嘛 那还有其他的中国在海外开餐厅的 还有中国在海外做生意的 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嘛 所以我们在讲说 海底捞其实要回答的问题是 请问你有没有把这些相关的数据 这条回传到中国去 第二个 如果有回传的话 请问他是要做什么事情 你凭什么来讲说 你是严格保护隐私 然后再第三个 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海底捞说 我们这些监视器哦 我们都已经告诉大家 名牌告示说 这个你只要进来消费 你都会被监视器监控到 那我请问一下 进去海底捞消费的 台湾消费者们 你们都知道海底捞 有这么多只眼睛跟监视器看着你吗 因为很明显 海底捞的监视器的遍布状况 跟台湾的其他餐厅比较起来 他真的是多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就要回答这件事情 在多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难道你真的是为了所谓的 那个客户服务去做这件事情吗 请不要忘了哦 加拿大那边的解释方式 海底捞解释是说 这是为了管理员工 那我们要问啊 你如果是中国籍的员工 才会符合这个社会信用制度嘛 那如果在台湾这边这么多的台籍员工 难道他也符合这些 所谓的信用平等制度吗 然后台湾的海底捞怎么说 台湾的海底捞的说法 并没有说它是社会信用制度哦 台湾海底捞的讲法是说 员工私下说装这么多的监视器 是为了防止说有奥卡 中江你想想看 他的这种讲法跟加拿大的讲法 两个就都不在一起了嘛 那边说是为了管理员工 是为了社会信用平等制度 对他的追踪员工 台湾那边私下告诉你说 是为了派有奥卡 所以我要装这么多的监视器 那所以你去想想看 两边的讲法又兜不起来 那在这个时间点 你的这种装监视器 这么多支的做法 是不是更起人移动呢 所以我们才会说海底捞这件事情 你不要小看 因为他牵扯到的是一个 像中国这样的以监控文明的监控大国 而且把他的军方民间跟政府政党 都融合在一起的监控大国 是这样的一个大国 他对于个人个资的采用跟收集 难道不需要更严谨的这个管理跟态度吗 是的确 我们说商业场所绝对可以装监视器嘛 但是海底捞装设的数量 是不是超乎常理呢 这也让外界高度怀疑啊 这是中国的天网系统 在台湾复制嘛来换歌 所以那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 也加到这些可能是民主社会 加拿大跟台湾地区都有可能嘛 中国他爱用什么系统我们不干涉他国内政 那是他们家的事情 可是今天这个事情已经到台湾来了 加拿大也许距离我们也比较遥远 事实上温哥华是很多台湾人住的地方 而且我相信很多华人 对台湾人也不少 那我相信他们因为全世界最爱吃火锅的民族 大概就华人嘛 那台湾人应该也会到那个海底捞去吃火锅 那他们的权益也会受影响 我现在重点是放在说 在我们台湾有14家分店 昨天苹果照苹果日报记者的描述 他们到台北市其中一家分店去看 大概平均每间隔一公尺有一支监视器 请问你这个没有违反比例原则吗 一般餐厅或公共场所装监视器 合理 那但是不会有人一公尺装一支 那如果说以这个标准 我们这摄影棚可能要装20支了 就王定宇头上要有一支 然后我头上要有一支 要那么多干什么 你这是完全违反比例原则 所以我们合理的怀疑 这个监视器绝对不是当作正常 一般我们认知的监视器在使用的 它是有其他的用途 好那台湾的分店呢 台湾的分店的总经理呢 他其实可以回答两个很简单的问题 第一题就是我刚刚问的 你为什么要装这么密集的监视器 你说好你要监视你的员工 请问你的员工去应征的时候 你有告知他这件事吗 说你的一举一动 搞不好你连上厕所都会被拍 你有告知他吗 这有没有侵害到员工的权益 第二个 你为什么要装这么多 第二件事情很简单解释 就两个字或一个字 你的资料有没有送回中国 有或没有 这么简单的问题 他竟然无法回答 对 那新闻稿 虾嘎漏漏等 你去讲你要要求印度媒体 那是你跟印度的事情 跟台湾人无关 可是你告诉我们 你的资料到底有没有送到中国去吗 因为这个是涉嫌侵犯到人民的隐私权 我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海底捞台湾的分店的经营者 不出来讲清楚的话 我是觉得大家真的暂时不要去吃饭 因为说实在 你不管你吃什么 你做什么 你讲什么搞不好都被录到 那我为什么要被录到 那有些人就讲说 那我没做什么坏事 我很怕被录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在街上裸奔 你也没做什么坏事 你怕人家看吗 这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逻辑不通 有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吗 关键是有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你有没有做坏事不重要 重要是他有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他如果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这是法律所不允许 华哥我很好奇 这种如果有很明显的 侵犯隐私合理的怀疑 到底有没有法律 其实是可以的 是可以提告 因为我们有所谓的个知法 或妨害秘密罪 因为他没有告知你就透露 虽然你去的是公共场所 虽然公共场所会装监视 但是没有人是露到如此的巨细迷遗的 还有我认为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法律修改之前 中央或地方政府随便都可以 应该要求业者出面说明 因为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权 是政府应该有的责任 今天所有去海底捞吃用餐的客户 你的基本人权就是你的隐私权 可能被侵犯 搞不好你讲 因为我们知道吃饭的时候 通常是心情最放松的时候 有时候难免聊聊八卦 妈妈老板 对不对 或者是讲说公司今天接到一个什么单 接到什么客户 哪个大户要跟我们签约 你可能无意中会讲很多事情 但是在你在讲的当下 你不觉得你在泄密 可是经过有心人 用数位的器材去收证之后 就会造成你的泄密 甚至会造成你或你服务的公司 或你服务的单位 非常重大的损失 有机密外泄的情况 对 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不能掉以轻心 我觉得台湾 我们台湾是一个IT大国 可是我们普遍 我们一般人对于资安的概念 其实还蛮薄弱的 我真的觉得将来可能这个会 其实也许那个数位科技部会成立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 你要教导我们的人民 我个人的习惯 所有能上网的东西 我绝对不买中国品牌 因为我宁愿我宁可错杀一百 因为反正都有替代品可以买 但是你不要自己脑补说 所有中国制造都不能买 我讲的是中国品牌 不是中国制造 我觉得这个是在相关的法律 被修改之前 我们唯一能保护自己 因为现在是政府采购 不得买中国品牌IT 可是民间没有限制 你知道海康卫斯的台湾市占率多高吗 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 我们不会只居政府机关 我们会在外面趴趴趴 我们会到很多民间的场合 那如果他用了海康卫斯的 你如何确保这个资料 不会被回传到中国去 对对 来 为了要补充 第一个海康卫斯 开始全球发现 其实不止这个 它还有好几家配套了 各国开始要拆掉之后 我们台中的某一家监视器的公司 订单就暴增 所以这个不只是为了国家安全 还有经济上利益 那刚才中央问一个重要问题说 我们消费者可以怎么样 你拍我的影像 第一个没有让我知道 我就可以告诉你 这是你有违反 因为我不是公众人物的话 这一个有妨碍秘密的问题 第二个回传到中国去 我的数位资料 我有签同意书 让你传到某个地方 谁在用 就算是 就算是企业本身 在做客户的data的分析 都要他同意 何况是为中国所用 那我们台湾目前针对它的 不合理的数量 不合理的位置 以及这些资料是谁在用 我们的法律还不是很周全 我们希望在今年数位部落成立的时候 把这一套涵盖在内 那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政府禁用 但是民间企业如果还在用的话 一方面要透过法律 二方面我觉得我们台湾消费者力量 比中国消费者力量大一点 要告诉他 如果你用的是中国的监视器的话 我不敢你来讲 我宁可外带 否则中国现在有一个叫做 Fox hunting 猎狐计划 我自己怀疑了 我以下讲是一个推论 就是会去吃海底捞这种食品的人 多数是华人 多数是华人之后 他一种是把你收集 另外一种是把中国拥有的影像 来跟你比对 哇 这一个中年旺原来躲在温哥华 他们的猎狐计划 已经弄了多少人死掉了 还逼他们回中国 所以他等于是扩大到海外监控 海外追捕 或者建立他的基本资料库 这三个就是所谓的数位威权的基本款 那这个事情只有海底捞在做吗 我觉得要全面要检查一下 包括中国一些什么餐饮企业 或说其他企业 是不是他们的分店都有装设这些 然后影像回传中国呢 这对于我们人生民主社会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 妹妹姐 这个他们在国内进行了 可能大家要先了解 他们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 到底推行到什么样的程度 听说有人什么被评为低级 然后呢是怎么样 连什么出门啦 买车票买机票 通通都不行 他那个社会评鉴评分信用评分是这样 他本来是说你比如说有借钱不还赖债的诈欺行为的 我就来评分你 他主要规划他们的公共行为 所谓的公共行为 所以呢他从800分开始起算 那对不起 800分 对800分 然后呢 你吐痰的时候扣分 扣分 对 你这个比如说持缴的钱扣分 对不对 当然你妄议中央那不只扣分 你搞不好人间蒸发去了 你随便批评 我讲个例子就好了 我曾经认识一个出版社的编辑 他说他们出版社有员工到中国那边去开拓市场 他们有个群组 你大概难以想象 就在微信里头 那就讲讲讲在讨论 那就有一个就说 哎呀政府怎么哪件事情做的这不好啊 另外一个就附和说 对啊都没在做事 突然间这样不行 不是有个人出现 你们这样讲话会违法 小心一点 然后那个人 根本没有群组里 不在群组里头 对 当下大家就决定 全部人鸦雀无声 草草就啊 哈啦哈啦几句结束 然后就把那个群组关掉 这个是一个台湾的编辑 告诉我他的真人实况 台湾的人去那边 那更何况是一般的人 所以社会评分智库 他讲起来说是规范公共行为 其实他是要做社会控制的 那么甚至于在山东有个城市 是非常恶劣到极点 他会把你的你的那个号码 社会安全码讲出来 某某人 你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就在火车站广播 造成你如此 那你不是个人名誉扫地而已哦 刚刚你讲的 他有分等级啦 高铁票啦 这个飞机票买不到的啦 那严重一点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 小孩子申请不到学校 你工作没办法工作 你根本也不可能出国 那你找工作对不起 没办法 你就算成绩再好 你上不了名校 这就是他对你的惩罚 这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公众信用制度 那问题现在我要来讲 配合他这个非常恐怖的就是 有助纣违逆的机器啊 我们刚刚讲这个监视器对不对 好我先讲 温哥华这一家是在高档社区 有震惊人士会去 那我请问你 你在那边跟我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或者一些华人的异议人士去那边 会不会就传回去了 他这个后面有海康威视 海康威视这家公司 大家要知道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安全监控系统 他发展得很快是为什么 因为有中国官方在后面 他是属于的央器企业 他的负责人是人大代表 他最大的客户是中国国防部 OK 然后呢 他呢先是在新疆西藏这一代练兵 单单2017年 各位你听听看 他单单拿到订单 在新疆这个地方 就拿到了18亿人民币的订单 当年就6万只监视器进去了 现在都不知道多少万只了 西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他技术越弄越成熟以后呢 他就推广到上海啊 北京啊各大城市去 然后呢不只是这样 他还外销赚大钱 我讲几个国家啊 斯里兰卡委内瑞拉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新加坡等等 都是他很重要的客户 包括刚刚讲的国安问题 台湾台湾也被揭发 我可以告诉各位 民间很容易买得到 在淘宝你很容易买得到 然后呢甚至我们的军邦 我们的官方都曾经有用过 海康威士相关的产品 可见他渗透多么厉害 因为他价钱便宜 国家补贴 技术又纯熟 可是这家公司呢 非常非常的可怕跟恶劣 就是说他的技术里头 他非常厉害的 他不只是人脸辨识 他还结合大数据 结合人工智慧 还有无人机侦查 各种影像分析 好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个资被他传回去 揭入结合你的大数据 你的身份证 你的生物特征 你觉得你会陷入一个 什么样子的险境 这个就是海康威士恐怖的地方 那现在就美国都已经要 已经防堵他了 台湾这边我们是更加脆弱 所以他们常是利用民主国家 来侵害你的民主 所以在这边海底捞 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 到底有多少这样子的海康威士们 这样的监视器跟海底捞门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注意 对的确我要继续请教清华 海康威士这家这个监视器 好像卖很多 在台湾是不是遍及各地 因为前阵都传出什么交通要道 还包括什么台中市议会 高雄市议会 通通都买这个海康威士 那他们都说 这个是没有网路的 只是记录影像而已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还是说他后面 可能有一些后台后门的软体 回传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结构 你怎么知道你所用的那台 海康威士的监控系统 他有没有联网 因为最主要他透过联网 把他传回去嘛 所以谁来怎么使用很重要 那刚刚仲将你讲到一个重点 台湾的这个海康威士 他的监控系统呢 在台湾有几支呢 我告诉大家 他的市占率在台湾 大概将近三成左右 意思就是台湾 每十支监控的镜头里面 大概就有三支用的 就是海康威士 所以你可以看到数量很庞大嘛 那另外是 为什么海康威士这件事情 这么敏感 各位观众我们说实话 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企业 所以我们认为说 你是中国企业你一定有问题 而是海康威士在之前 确实被美国列入黑名单里面嘛 那你看 这个是2019年的资料 美国在前年就把 这个海康威士列进去 贸易黑名单里面去 那为什么列进去 贸易黑名单里面去呢 他是因为威胁到美国吗 他对 他真的威胁到美国 但他是怎么威胁美国的呢 各位观众朋友 可以看下一张图 下一张告诉你 美国公布20家中国军方控制的企业清单 中国军方控制的企业清单里面 有两家最近呢 在台湾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一家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海康卫士 海康卫士是被美国公布出来 美国解放军 他可以掌握的企业清单 所以你去想一件事嘛 解放军在扶植了海康卫士 那海康卫士他所做的一些相关的监控系统的布局里面 他对于解放军的帮助是什么 对解放军来说 当然就是把那些他取得的数据资料 回传到中国去 让解放军的资料可以使用嘛 所以你就会发现 美国列出来是有他的意义在的 各位再看一下 这个是美国发现说 这个海康卫士 竟然是解放军可以掌握了之后呢 他就把美军军事基地里面 中国所制造海康卫士用的监视器 通通都给拆除了嘛 所以你就会发现 踩到海康卫士这些地雷来讲 本身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嘛 然后呢 我们刚刚前面在谈了 海底捞他的监控系统 请问是哪一家公司做的 各位只要上网去搜寻一下 你就会发现 海底捞所使用的监控设备 就是海康卫士做的嘛 所以他所用的都是海康卫士做的 那你就去讲一件事 台湾14家分店的海底捞 用的都是海康卫士做的监控系统 那今天他就必须要回答一件事情嘛 海康卫士在我们讨论到现在为止 观众朋友 你一定可以很清楚一件事情 这一家公司 他跟中国的解放军 是有关系 而且是得到美国认证的 那既然他是得到美国认证的 跟中国解放军有关系的话 那你现在海康卫士 遍布在这14家的海底捞的分店里面 那海底捞的这个 我们说他的经营者 需不需要出来告诉大家说 你们现在所做的 所收集到这些图像 有没有回传到中国去 有没有回传到 不管是你们海底捞的总部 或是被海康卫士 收集回去他自己原来的 那一个总伺服器里面呢 这个问题总是你要回答的吧 这个问题你会发现 他们现在所发出来的声明里面 并没有办法正面回答解决这件事情 那你既然没办法面对解答的话 那请问你民众的疑虑在不在 民众的疑虑一样在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谈到海康卫士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整个事件看起来就更敏感了 各位而且同一时间 这个新闻爆出来的时间 刚好又应对到另外一个新闻也发生 什么新闻呢 各位去看哦 这个新闻就是告诉你说 美国要拉着日本澳洲 把之后的海底电缆 他所经过的节点都不可以在中国 而且节点放在台湾 那这件事为什么重要 因为海底电缆 就比起我们刚刚所谈的进攻系统 更重要为什么 它里面牵扯到关于语音的 关于数据的各种传输 比如说中江你看了美国的哪一支影片 看了美国哪一场球赛 那你线上收看完了之后 透过海底电缆传过去的时候呢 如果那条线是华为他所盖的 中国的华为盖的 他是有机会可以取得资料的哦 那各位你知道事情有多严重吗 全世界400多条的海底电缆里面 有25%到30%是由华为所兴建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跟日本才会认为说 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华为等于已经透过这个方式 可以取得很多人的资料跟数据了 那这样下去 如果中国对全世界真的有敌意的话 那这些数据资料 都会变成他手上很重要的武器跟筹码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发起 所谓的干净网路之后 他就跟日本 然后跟其他的国家联合起来说 之后的海底电缆 我们不能够通过中国去 也不能让中国的华为来承包 一定要让他以外的 中国以外的公司来做 所以你就发现 两个事件搭在一起都非常的敏感 是告诉你说 民主阵营在告诉你一件事 因为民主阵营重视个人的隐私 所以这些数据资料的掌握 不能让中国的相关单位给拿走 的确 原志你会希望走进一家餐厅 然后发现里面监视器遍布 然后有可能影像声音被回传中国吗 当然不希望 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 虽然是发生在加拿大 但是为什么我们关注 因为海底捞在台湾也有 那他监视器 刚晃哥讲也是一样的多 那他的监视器所拍到镜头 会怎么运用 那刚刚大家都讲到 中国社会信用系统 评比系统 他在中国的一个平台上面 其实他有一个地方信用网站 下面也有把台湾纳入 包括台湾澳门以及香港 只是说那个系统 目前大家也看不到 就是还没有建制完整 代表说实际上 他也是希望能够 收集一些台湾的系统 不然他不需要去建制那个平台 所以这就让人家觉得非常可怕 他可能是不是慢慢在建立这个平台 包括可能有些中国的企业餐厅 来台湾的时候 搞不好就可以慢慢建制 哪一件你会看到 业原资平等只有8分 他那个评分很好笑 譬如说刚刚美月姐的时候 有说低 如果被评到低级 像我这边有一个案例 是一个就是中国版的馆长 格斗狂人叫做徐晓东 他因为在社群媒体上面批评说 中国功夫都是假的 他讲这句话伤了民族心 所以他就被评为低 这样就扣分了 超惨的 他生活很悲惨 他不能搭飞机 不能搭高铁 不能买房子 不能装 连旧的房子都不能装修 然后子女不能住厕师 装修也不行 对 谁叫你是低 谁叫你要批评那个中国功夫 然后子女的话不准注册私立学校 然后另外也有一个 也是被评比的第一支一个记者 他因为曝光了一些官员的腐败现象 所以他也是不能搭飞机 也不能坐高铁 然后甚至于他的社交网站的媒体 帐号都被封锁 然后也找不到工作 他曝光这个贪腐官员 结果这样子被惩罚 所以他有天理啊 还有一些案例就是说 譬如说到新疆 像那个网友在酸 就是说新疆其实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你如果到新疆 第一个监视器多 到处都是 第二个你去很多地方都要安检 2016年啊 他监视器只有1亿7600万支 你知道吗 中疆他们预计到2022年才6年的时间 要多少支 听好大家不要猜到 27.6亿支 16年之内他要增加16倍 也就是说你看他一个监视器 可以监控几个人 但是我们想象起来就觉得很恐怖 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安徽胡大妈 他过马路 然后忽然间对面的电视墙就出现 他身份证字号 他出生年月日 如果是我已经吓一跳啊 比如说走到一个地方旁边有人 叶元智身份证号多少 我就吓一跳啊 就是你全面被监控 可是中国他们却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那我会觉得说他们可能是 对于那个隐私权 自己都不觉得说好像应该保障 所以上个礼拜我看了一个新闻 我一直觉得非常荒谬 就是那个女F4刘勒言嘛 不是被说被称为 北京厕所没有门 这厕所是长这样耶 他是没有门的耶 如果我在这边上厕所 徐姓黄在旁边一起上的话 我就会上不出来啊 我一定变秘的啊 我觉得我是请隐私收到一个看 他就崩溃了 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接受 然后还要留了眼来踢爆这个事 第二个比较可怕的地方就是 之前不是在讨论香港国安法的时候 然后有讲到就是说 他们有长臂管辖权嘛 假设啦 我们在比如说海底捞或什么餐地 不小心批评到 讲到他们认为有违反国安法的事情 那会不会以后你进入到大陆 或者是说大陆就把你抓起来 他就把你抓起来 这有没有可能 所以是危险 因为他们收集资讯 他不是只有影像 他包括资讯 他声音 声音资讯都有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应该密切关切的 再来关心就是美国企业 又成为剑靶吗 中国一名女子呢 前天她就闯入车展 爬到特斯拉车辆上面 去抗议刹车失灵 因为她说呢 这个刹车失灵 造成她父亲开车的时候追撞其他车辆 不过特斯拉呢 调查数据之后呢 发现刹车系统根本没有问题 但是中国官媒呢 却批评特斯拉态度傲慢 绑着马尾的女子 穿着白色上衣 写着刹车失灵 19号大闹上海车展的特斯拉展区 引发现场围观 女子踩上车辆大吼大叫 还造成车体部分毁损 没多久就被保全拉下车 遭警方带走 最后因扰乱公共秩序 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 而会这么生气抗议 据传是因为 这名女子的父亲 今年2月驾驶特斯拉电动车时 追撞前车 造成多人受伤 而女子事后暴驱 指出就是因为刹车失灵 才会发生意外 对此特斯拉引述数据反驳 说没有发现刹车异常情形 不过女子妹妹发声明 质疑车辆有可能在车祸后 送去官方维修中心时被动手脚 也不相信第三方鉴定的说法 坚持要退车退款 双方各说各话 协调谈不拢 我们看到中国上海车展 是一项非常规模庞大的活动 也是被受外界关注 结果没想到 前天就一名女子 跳上特斯拉的车顶上面 就大喊说特斯拉刹车失灵 同时他的T恤也很厉害 上面就印着刹车失灵 这四个字显然就是有备而来 来名语 这到底怎么回事 真的是特斯拉刹车失灵吗 因为特斯拉说 他经过他们检查之后 并没有啊 刹车系统是正常的啊 这各说各话 不过话说 这是上海车展的第一天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那你刚刚讲没错 这女的确实是有备而来 他跳上车 然后还自制T恤 其实他主要的诉求 他要退车 他要退车 他说他的这个父亲 就是今年二月的时候开车 然后突然刹车失灵 所以造成这个车子的追撞 然后导致他们家 四个家人差点丧命 好那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疑点 因为特斯拉就是出来反驳 就说当时他反驳第一点 就是说当时就是他在河南开车的时候呢 这个上面的数据显示 他爸爸的开车时速大概在120公里 那第二个他也是说 说当时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 那个数据是显示说 你包括刹车跟预警系统 其实都是正常的 那第三个比较匪夷所思啊 他就说 因为那个女的就一直要求 要退车要退车嘛 那说好那既然你说这个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是不是请第三方的这个检测 第三方检测 大家来公证一下嘛 就说他们不要 就是对方都不要 都拒绝都不要 他说他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他也都不要 他什么都不要 他就是要求一定要退车 那好那这件事情呢 那这个特斯拉 就是发表这个声明之后 他的副总 中国籍的这个 中国的副总 他也出来讲话就很强硬啊 他说我无法妥协 他说这个90%的客户都愿意 就是再次的选购这个特斯拉 那代表就说特斯拉 其实是还蛮安全 就是让顾客给信赖的 然后 然后他就说 但是这个一个新产品 发展必经的过程 他就是有讲掉 但是他讲到说 无法妥协这件事情 说出来之后呢 哇整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舆论就整个跳出来大爆炸 就开始骂特斯拉 对包括这个新华社 还有这个环球时报胡锡进 连这个他也要插上一脚 哇他发的这个声明 非常的强硬 他说是谁给特斯拉说 不妥协的底气啊 他特斯拉就是傲慢的回应 感受不到解决问题的诚意 然后还批特斯拉说是故大欺客 而且新华社他还讲了一句 他说无论是哪一家车器 你对中国大陆的市场 你都必须要怀有敬畏之心 哎呦敬畏之心 你要赚我的钱 你就要对我有敬畏之心 那胡锡进他也加码 他说你特斯拉在中国拓展业务 并不代表说你得到这个特权 你还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跟中国的这个 要尊重中国的顾客 那两方看起来都很强硬 那看起来就是说 本来以为特斯拉太多强硬 没想到他昨天晚上深夜 他发表道歉的声明 他道歉了 他道歉了 对 但是他的深夜道歉声明是说 他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处理小组 会来让这个车主满意 而且用最大的程度来 比捕车主的不适 而且他也说我会尊重 并且坚定服从政府 各个机关的规定 你看他还是服软 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回顾 就是说你特斯拉 其实他是在2018年得到了一个特许 现在变成中国最大的一个 这个外资制造的项目 还有中国给他很多的这个税收的优惠 低息的贷款 还有给他独资建厂 其实这很多的特许 所以周特斯拉 他其实这一次看起来前面声明很强硬 不知道后面是不是有这个施压 所以他后来还是用这个比较软化的态度 其实这件事情光证明女子说 在这个红绿灯前这个撞车 然后就说刹车是零 老实讲这原本是一件单纯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在红绿灯前 被发现你的时速高达120公里 那你是不是超速 然后你现在撞车之后 你再来说刹车是零 然后要求换车 天底下有这种事情吗 你车祸 然后就要求车 换一台新的车给你 有这样子的吗 来 金黄 这部分呢会让他觉得不单纯就在于 这个事件之后的隔天 中国的官媒都来声援这名女子 说要维权 真的是哪时候中国的媒体 这么的关心民众权益 对仲将这件事情非常的离奇 为什么离奇呢 首先你先知道说这个女子呢 她的家人在使用特斯拉车子的时候 出了状况 那出了状况是 她的特斯拉车子撞上了前面的车 那撞上去之后呢 正常仲将去想一件事情 就今天发生车祸之后 在台湾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你在台湾处理的方式 一定是等警察来 等警察来 然后进行所谓的造势责任归属 那你会有一个 车辆事故的鉴定委员会 去鉴定说这个造势责任 到底是哪一台车的车主所发生的 那鉴定完了之后呢 然后再来大家来诉讼 比如说上法院之后呢 决定谁来赔钱 然后赔偿金额是多少 在台湾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程序 那台湾的消费者出问题呢 基本上呢 像这种事情 你一定会有谁可以找 消费纠纷 事故纠纷 这你听起来就知道 你有警察可以找 你有消保官可以找 再怎么样 你如果都没得找 找立法委员找名单也是行得通 所以在台湾呢 你会发现你的方式还真多 但是你会发现在中国这个案例里面 你看到的是什么 是他说这个因为他撞上去了 然后他说这事故的原因是因为 我买了特斯拉的车 煞车40所发生的 那你发现他出事之后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跑到车展上面去 然后跑到特斯拉车子上面去 然后在那边大声的抗议 大声抗议完了之后呢 这个警方就把他给带走了 行政拘留了五天 行政拘留五天呢 再来呢你会发现 奇怪 那请问你们中国警方角色在哪边 你们中国道路管理单位角色在哪边 都没有 然后呢最神奇的事情是 在台湾这件事情 你一定会讲说 因为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在台湾为什么会有个鉴定委员会 就是要第三方来证明说 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发生的 是车子的问题呢 还是你车主自己的问题 这很重要嘛 结果妙了 这整件事情呢 你会发现这个车主呢 他直接大方的告诉你 在第三方鉴定这件事情上面 各位可以看哦 车主告诉你 第三方鉴定他有没有做 他说不要做 为什么不要做呢 车主说 他说认为 这特斯拉刹车事情太可怕了 可怕的问题在于说 不是在于硬体 而是在于软体 他认为软体的部分呢 因为都是特斯拉给控制了 所以不要说第三方鉴定机构了 就算是有经验的修车师傅 都很难判断八九不离十 所以呢 他认定说 因为软体都被特斯拉控制了 所以有经验的修车师傅 都没办法处理了 第三方鉴定单位怎么能处理呢 这没评没据 中江生不要了吧 就你发现这事情 应该由专业 由专家来讲话的 你好歹你不相信特斯拉 你找一个第三方的专业的专家 来讲话都可以 但他的讲法是 有经验的修车师傅都判断不出来了 第三方的专家怎么判断得出来呢 这个逻辑很怪嘛 他认为有经验的修车师傅 跟第三方的专家呢 两件事情呢 还可以分个高低出来啊 然后做一个结论说 所以我们不要第三方鉴定的专家 所以就他片面认为说 我就觉得是我吃亏了 我就觉得是你们特斯拉的刹车系统 有问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到特斯拉的反应师出来 跟你解释说 我们验了几次 发现我们的刹车系统没有问题嘛 那这件事情呢 你其实会发现 正常的政府处理方式是 赶快找个专家来鉴定判断完了 看看是谁的责任 然后该骂特斯拉 你就骂特斯拉 大声的骂特斯拉 看看是谁的责任嘛 但你发现中国政府这件事情 非常微妙啊 事情发生之后 事情闹大了之后呢 这一位我们看到的 这个施主就跑出来 跑出来 然后中国媒体一揭露之后呢 中国的政法委跳进来了 中国的新华社跳进来了 中国的官媒跳进来了 连环球时报的胡锡进都跳出来了 不断的跳进来之后呢 加码先骂谁 先骂特斯拉再说 反正再怎么样 站在中国人民这边就对了 管你犯错地方在谁 先骂特斯拉就对了 哇 你知道骂的方式呢 从这个刚刚明玉所讲的是说 谁给你特斯拉不妥协的勇气 那你再来看看 这个中国的政法委怎么骂的 中国的政法委哦 需要搞到这么高的层级出来骂 骂说 特斯拉 你不在乎赚中国人的钱 撞中国人命责任何在 担当何在啊 哎 这句话说真的 仲将啊 如果厘清责任事故归属了之后呢 你要骂这句话 我觉得你骂得好 但是问题在于说 你连肇事责任都没厘清清楚 你就是一副反正 就是不管他 反正先骂特斯拉就对了 你们特斯拉 责任何在 担当何在 你没责任没担当 哎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由理说不清了 你完全搞不清楚 你完全不知道事实状况的时候呢 你就先跟着这个车主的讲法说 就是刹车失灵 然后就直接说 这个事故担当何在 先骂特斯拉一顿 而且中国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哇 一个地方性的事故呢 官媒都跳进来了 政法委也进来了 中纪委也进来了 全部都跳进来了 然后就指了特斯拉骂 然后就骂到 你看 中国的媒体下一个标题 就特斯拉 你认怂了吧 意思就是你看你输了吧 连一件车祸事情都要分胜负输赢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对 最后我们再讲一件事情 你去看看那位车主的穿的衣服 各位去想想看 在台湾你有看过几个 出事的事故车祸 事故车主的这个衣服 你会看到它上面 特别穿着白衬衫 上面写着刹车失灵 四个字 你要特别去订做一件衬衫 上面要做T恤 上面要印着刹车失灵 特别去做这件抗争 你觉得在台湾你会看得到这种抗争吗 很少吧 你会特别为了一个车子问题 要去找那个车场抗争 还要特别去做这样的衣服吗 但是你发现很妙的是 他真的这么做了 所以总将你去看你上面那个画面 刹车失灵就这样子印在他的衣服上面 然后整件事情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要找第三方来处理 事故责任归属的问题 然后就直接下了一个定论跟一个判断说 都是特斯拉的错 所以把特斯拉骂到爆炸就对了 骂到马斯克出来认错最好 所以你不觉得整件事情非常离奇吗 这不是我们想象中在台湾会出现的样子 跟处理事故的方式 台湾这么多年来 我们已经处理了一套良好的建立处理事故的方式 但是你会发现在中国来讲 一个车祸的事故跟厘清责任的归属 竟然会变成民族主义的处理的情绪出口 这个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是的确原本是一件单纯的事故 搞到变成民族主义 你要特别的来修理这家美国企业特斯拉吗 来换个 这当中是不是让他觉得很不寻常 特别是这名女子 我都很怀疑 他恐怕背景来头不小 被清皇刚刚一讲 我觉得特斯拉根本一块 变成中国的民族罪人 不过我很担心 过几天中国网友会不会拍到说 胡锡进自己也开特斯拉 因为他上次骂iPhone 结果他发现他自己用iPhone 也就特斯拉疑似自动驾驶失灵 而导致发生事故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 台湾也发生好几起 但是我真的唯一看到是 中国是用这种 就是中国的消费者 用这种方式处理 也就刚刚那个过程 大家都讲得很清楚 你今天特斯拉 我也不认为特斯拉 后面刚刚小玉 最后补充那个 他发的那个新闻稿 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 处理公关危机的手法 特斯拉不可能照 那个消费者要求赔他退钱 那我讲全世界都退钱 因为全世界特斯拉撞车 不是只有中国 台湾前一阵也撞了好几台 因为全球各大的车厂 他在处理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有一套他完全的机制 他大概全球会采取统一的标准 他不会说独厚某一国的消费者 因为在这个没有国界的年代 你中国如果说中国这位消费者 最后特斯拉赔钱给他 我跟你讲 特斯拉这家车厂大概也快倒了 会倒 因为只要有事故 我就说是你车有问题 而且之前所有撞车的通通说 那为什么中国可以赔 你是看我小孩吗 我也要你赔啊 对不对 所以最后应该不会这样处理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特斯拉来讲 我好意提醒特斯拉 一夜要知秋啊 中国为什么最近 刚刚讲说2018年 中国给予特斯拉 几乎是一个最惠国待遇 我给你独资建厂 我给你融资 而且融资的金额 远超过你在中国建厂的需要 他甚至可以把像中国的融资金额 拿去解决他在母集团整个 因为当时特斯拉财务上有点点困难 去解决那个财务的问题 为什么对你那么好 短短不过三年的时间 开始中国 开始准备要修理特斯拉 为什么我讲到一夜之秋 对 这就是一个消费纠纷 那到底责任是谁的 说出来我们也不知道 好 可是可以搞成这样子 好像全中国的所有的媒体 特别是官方带头媒体 在围剿特斯拉 那是不是特斯拉准备要离开中国了 就是很简单嘛 中国这几年电动车也发展得很好啊 刚刚中将问说 这位小姐的身份 我都可以合理的怀疑 她搞不好是某电动车厂派出来的 不一定是她的员工啦 搞不好是花钱前来临远之类的 因为你上海车展是一个全球瞩目的一个车展 你在这个车展上面这样一闹 全世界所有当天在场的媒体 都看到这一幕的话 这个新闻大家都会报导 对那对于其他跟特斯拉 具有竞争关系的车厂来讲 他当然是用开笑话的心态 我就看你特斯拉怎么处理嘛 对不对 可是对中国市场来讲 中国市场它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市场 他今天可以让你特斯拉升 明天可以让你特斯拉死 什么时候特斯拉准备要死呢 就是当我中国的汽车 我已经电动车 我已经 特别是电动车的发展 对我已经起来 因为特斯拉只做电动车嘛 对我已经起来了 中国有好几家不同品牌的电动车 这几年其实都非常努力在发展电动车 特别别忘了 电动车很重要的一样 零件叫做电池 中国的德宁时代 宁德时代 它的市占率非常高 所以特斯拉 如果这个马斯克你够聪明的话 你应该看得出来 你在中国大概没有几年好光景 因为中国接下来大概就准备 要大幅限制你在中国的发展 你在中国你就算签了约 土地租了99年 他可以今天跟你签约 明天就跟你反悔 说这块地对不起我们国家要用 他有任何理由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 我觉得后续有带我们观察 他不会很单纯的 只是一个消费纠纷而已 对的确 因为如果说这个上海车站 有这么多的车厂在那边 老实讲 这个车祸真的每天都要发生很多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些 有事故的车主 通通跑去车厂去闹 然后那问题是那你车厂 怎么经营的下去呢 蓝美美姐 也就是说这当中 这背后是不是有政治目的呢 当然是 我记得我们曾经在 坐在这边讨论过 特斯拉还记得那时候 说军营都不能靠近 军方不能采买 因为他有摄影机 特斯拉的车厂还讲说 这个电动车都会有的嘛 我必须要监控道路嘛 那为什么 其实那个已经是第一炮了 今天这个来又是愈加之罪 一个小小的消费纠纷 而且这个消费者很不讲道理 怎么会惊动到官方 新华社都还出来讲话 为什么 我必须要讲特斯拉 你真的进入了中国的 仰套沙三部曲 2017年的时候 特斯拉那个时候 在跟中国那边谈判 他本来就想去设厂 可是在土地啦 租金啦等等啦 还有因为当初 中国一直要求就是说 你外资公司 你必须只能有50%以上的 50%的股份 就特斯拉一直跟他僵持不下 但是因为美中后来 川普不是美中贸易大战吗 越打越凶吗 那不是叫一些美国产业回来吗 好了 这个时候中国需要一个指标性的企业 如果 马斯克的电动车 这样子指标性的企业 一心想来中国设长话 他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1990年来开始 他们本来就规定说 汽车只能最多50%的股份 结果他居然答应特斯拉说 好 我让你百分之百全资 这不可思议 因为以前中国说 我至少要占一半的股份 是因为我要学你的技术 我要你的专利 我要跟你盈利分润 但是特斯拉他要保护他的智慧财产权 坚持百分之百毒资 中国答应他了 还不止这些 长江那个厂 那个上海那个厂有多大 他周边500公里 变成一个大的汽车供应链 已经变成一个大的汽车城了 而那个时候呢 也很难想见 从奖定到签约很快三个月以内时间 然后呢 建厂八个月以内时间 中国官方甚至于进驻到厂区 协助文件批准 给他各种的优惠 好了 那马斯克确实很快的 尤其最重要一点是 马斯克他也答应了一点 他说什么 我主要的零组件 我通通在你这边买 甚至到最后 从80%要提高到100% 这就是中国要的 为什么 当初iPhone进去还记得吗 培养他们多少的供应链出来 还培养了一个力讯 要取代掉富士康 他也想复制这个iPhone的模式 iPhone进去后来 他不是什么小米 Oppo这些都出来了吗 OK 他的特斯拉一进去 可以带动他们的电子车 电动车的产业 那个时候 当这个美中这个贸易大战 打得很凶的时候 马斯克甚至站出来 批评美国夸奖中国 所以这次为什么 他必须要继续公关危机 这样处理 为什么要怂了 为什么要扶了认了 因为你不扶软不行 未来也上来了 小鹏也上来了 大家都学了 对不起 鸟进工厂 仰炮沙 过河拆桥的剧本 就这一次再上演 马斯克你等着桥吧 所以现在是不是有步骤了 即将要把特斯拉 给踢出中国 拿来误完 怎么样观察 从一个单纯的事故 是不是有观察到 背后不单纯的地方呢 你知道吗 新华社的整段文章里面 有一句 是中共现在在处理 全世界事物里面 它的底气 叫做什么呢 需要对中国市场 有敬畏之心 而这个中国市场呢 不是指那个消费者 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 你要你赚 他们常讲这个话嘛 你赚我的钱 就要听我们的规矩 对 包含叫艺人表态 支持所谓什么 一个中国 包含 逼这个 某些企业呢 不敢接待台湾的官方 或者逼 航空公司 他在选择 买机票的栏位的时候 把台湾呢 变成矮化 都是来自于这句话 赚中国的钱 要照 要听中国的规矩 也就是讲的 需对中国市场 有敬畏之心 所以就特斯拉这个 个别的消费纠纷 本来没有什么稀罕的 坦白讲啦 消费者遇到纠纷 都有各有各的办法 跟花招 台湾也许也会有人 去那儿跳啊闹啊 全世界都会有 重点是这个国家 处理消费者纠纷的机制 有没有一致性 可不可被信任 今天中国在处理 这个消费者纠纷的时候 有时候是消费者倒霉 有时候是企业倒霉 完全看什么 看背景 你这个企业是美国 是日本的企业倒霉 你这个企业是国企 消费者倒霉 他那个没有一致性 因为没有一致性 所以大家没有信任感 所以单纯看中国的消费者 产生纠纷的时候 就要动员所谓的 哎呀大家一起网路发声音 一起口诛笔伐逼你就范 因为对国家体制不接受 在台湾来讲 如果类似的纠纷 也许也会抗议 但经过协调 调解调解委员会 调解委员会不成的话 去告嘛 法院告的看才一定怎么样 中间有一个最基本的根据 就是科学 科学证据是什么 到底怎么发生这个事情 你特斯拉讲它时数120 我也不见得要相信啊 查嘛 可是你发现这个消费纠纷呢 在中国的处理没有讲规矩 对 因为中国没有规矩 因为那个如果特斯拉呢 现在是习近平的座上宾 需要你特斯拉带动国际来投资 我告诉你这消费者 关五天 关五年都有可能 还可以关五天 那反过来 现在中国的政治气氛 需要全世界做中国生意的人 敬畏中国市场 对 那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样板了 新华社跟法政委讲这干嘛呢 所以这个事情的根基就是 现在全世界很多企业开始在反省 中国市场看起来很大 对 但是要不要冒着投资不确定风险 去到中国投资 而中国的供应链很便宜 但是干不干净 有没有谍报 对 我们从一开始讲的海康威视啊 海底捞 一直到特斯拉 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对 中国市场跟中国规矩 不是自由民主世界可以接受的 你要冒多大的风险 去赚他的钱 对 你自己要先想清楚 所以很多车厂 是撤出中国的 我宁可做供应商给你 所以这一个事件 从新华社表态之后 它就不是消费者纠纷了 它是一个定锚 把这个事件定锚叫做 外国企业来中国 中国企业像马鱼 请你们都遵守一件事情 听习老大的话 对的确 我一晚讲到一个关键 所以中国官媒 是在维护这名女子的权益吗 还是要去维持 共产党的一个威信呢 所以我们看到 包括这个胡锡进都说了 中国帮特斯拉在华投资成功 创造双眼 这不意味着特斯拉 能够得到特权 那新华社就说了 特斯拉傲慢回应 谁给特斯拉不妥协的底气呢 无论哪家车器 都需对中国市场有敬畏之心 来 原汁贼骂观察到的情况 这个特斯拉未来的经营 会开始陷入困境了吗 当然会 因为中国现在就爱国心高张 所以针对一些 比较成功知名的外国企业 都有一些防备心 那特斯拉其实他不是 现在才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他今年二月的时候 就有民众 有民众不知道刻意 还是真的有发生 就到处投诉 特斯拉很多品质上的问题 比如说他有异常加速的状况 说他有电池起火 说他甚至远端自动升级系统 也会有问题 就一直挑他毛病 一直挑他毛病 然后特斯拉还被五家 就是中国的机关 政府机关同时被约谈 然后最后迫使特斯拉出来道歉 他说我们会诚恳的接受 政府部门的指导 就是说 其实他一直在面临这个状况 然后他一直低头 他一直低头 那为什么会面临这个状况 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中国他们也想要 发展电动车的市场 可是他们的电动车就是 他们的产业就不如特斯拉 那即便是政府给了很多补贴 还是不如特斯拉 所以就可能就一直去找特斯拉 就是他的麻烦 像这一个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手的员工 我不晓得 就是故意的把他炒烂 就好像 就好比说 你是开餐厅的人 你跑到对手餐厅 故意说 哎呦蟑螂啊好脏啊 就故意类似这个状况 这是有可能的嘛 那第二种可能就是 马斯克最近 他的言论是比较提倡言论自由 大家如果有观察到的话 他常常针对言论自由 发表意见 他说现在言论自由的 有被控制住 甚至言论 他不见得是指中国 他有讲说 我们要换社群媒体 用clubhouse 什么之类的 就中国会不会是因为这样觉得说 马斯克你怎么可以 我给你那么多的好处 你结果你一直讲言论自由 你不是一直在赐我吗 会不会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那第三个原因 当然我觉得 就是可能就是 爱国心的作祟嘛 就是要 就是要这个 民族主义就起来了 民族主义就起来了 以前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如果大家还有记得 我举一个例子 之前那个南海重残害 大家记得吗 2016年 菲律宾不是跑去告国际把兵吗 就是说 中国的九段线 有侵害到那个大家的主权 结果 菲律宾胜诉了嘛 那中国认为是美国介入 所以就抵制吃肯德基 河南有一个人 号召很多人去包围肯德基 然后还冲去骂那些 正在点餐的人说 南海仲裁都出来 你们还在吃 还有就是 对 还有2012年那时候 日本这个钓鱼台 将钓鱼台国有化 那他们也是大规模抵制日货 就抵制丰田 所以很多就是外国企业品牌 不只是汽车 你进入到中国市场 你就要面临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当 你们国家跟中国有一些纠纷 当中国的爱国心 起来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面临到 退出市场 甚至 甚至无缘故的政治干扰 好 再来关心台海情势的最新发展 在上个礼拜 4月12号 中国派出多达 25架的军机绕台 这是近期数量最多的一次 那当天正好有四架美军F16战机 从日本的基地起飞 每一架都挂载六枚实弹 飞抵南海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解放军的航母 辽宁号 其实在那个当下 也都是在南海 那有专家就说 这是中国在进行攻台联合的 作战计划吗 还是说只是对美国传达 政治上的不满 整个态势发展 要请教军事专家郑继文 继文聪怎么看 当天美军是得到 什么样的情词跟讯息 是认为那25架的 中共军机来者不善是不是 不然F16 为什么要挂探起飞 其实我必须讲 美军的这些操演 特别是F16 从三则基地 远奔南下到南海 其实是配合美国海军 在当地的一些操演 这是美国既定的计划 但是共机的这个活动 就非常不寻常 而且我们观察 从1月2月到现在 那共机在 这个我们防空四边 西南空域增加一些活动 特别是机型更复杂 特别带有预警机 它通常都有目的性的 尤其是南海 如果有美军船舰的活动 经常会展现这样的一个 大机群大编队 然后复合攻击演练 这样的一个模式 其实这样的模式 之前英国媒体有披露过 就是解放军的海空力量 模拟对美国 在南海的航空母舰 进行模拟攻击 其实这次 所以是针对美国的航空母舰 针对美国的航空母舰 所以这次4月12号 它25架是有史以来 我们有记录以来 最多架次的 而且我们从里面的组成 可以发现有空警500 这种预警机 有轰6K轰炸机 也有殲16这种重型的战轰机 再加上殲10 或者反潜机等等 因此它是一个 复合编组 攻击型的一个 机群的编程 因此外界认为 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完全针对 美国的罗斯福尔航舰战斗群 毕竟它当时在南海进行活动 而且美军之前还公开了 马金岛号两栖攻击舰 也进入南海 美国展现双航母 对于老共在南海的力量 充分展现肌肉 我想是给予 中国大陆极大的压力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 10号的时候 辽宁舰编队 我们都知道通过巴塞海峡 进入南海 因此也有人认为 共机这些编组 极可能是配合了辽宁舰 进行这种海空攻防演练 这个是颇符合过去几年 它所谓整体性海防系统 自我演练的一环 这些演练包括海上的这些 包括航母的特检编队 空中的 不管海航或空机的 战轰机或预警机这些编队 另外很有可能 它的这个火箭军的 弹道飞弹反舰飞弹部队 以及它的战略支援部队 包括天机的各种卫星 海洋侦察卫星 导航卫星等等 以及配合长城的探测雷达 进行一个比较复杂的海防体系的 攻防演练 其实这些都有可能 但总体来讲我认为 它这种海防攻防演练 其实过去已经 这个常态性的举行 但我们发现这几年 随着它的兵力越来越多 它演练的模式和复杂度 完全可以适用在台海 因此它的技术或内部复杂的 这个兵力组成越来越复杂 对国军的未来台海防卫作战 会形成更大的压力 那F-16呢 为什么是远从日本基地起飞 我想这是美军自己根据 它的需要做的安排 其实三则基地的飞机 南下西太平洋 不管是到南海 甚至到关岛 过去经常有这样的演练 尤其是每年的这种 北方对抗演习 过去一个多月以前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三支空中武力 就在关岛进行对抗北方演习 对抗北方演习